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2012年加入的Sunny 我是2012年参加Sunny 2013年加入Sunny 我是2014年参加的Sunny Dance 我是2014年加入Sunny的 我是2014年参加的Sunny 我是2015年也就是两年之前参加的Sunny 我是2016年参加的Sunny 我是今年2017年加入Sunny舞团的 为什么会开始学习舞蹈呢 因为小时候身体不好啊 所以舞蹈就成了最直接的强身健体的方法 我是觉得跳舞的小姐姐都好美啊 我也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像她们这样优雅的女性 看到别人跳舞觉得很有意思 于是自己也开始慢慢尝试 羡慕台上翩翩起舞的舞者开始接触舞蹈的 我是因为就初中时候呢 帮你插一个人跳舞 然后我就把自己给臭上了 对于我来讲舞蹈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我很喜欢Live跟舞蹈的感觉 可以将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想法传递给观众 舞蹈过来说是一种精神寄托吧 就是可以在做你平时有压力的事情的时候 你会想到我还有一个爱好 我只要做这个爱好就会非常开心 会忘记别的事情 而且我在这个爱好中也会有进步 就是一件非常有希望的事情 那这个爱好是我一直坚持下来的事情 我觉得是可以让我一直非常有热情 然后一跳舞就可以忘掉很多烦恼 可以帮我很好的平衡 这个工作呀 还有家庭呀 还有自己的爱好 这个事情 舞蹈使自己变得更自信 让我认识了很多优秀 而且珍贵的朋友 这些朋友们拓宽了我的眼界 使我变成了一个更优秀的自己 舞蹈对我的意义在于 其实跳舞本身就可以让我觉得很快乐 对Sony最深的印象 应该就是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对舞蹈充满了热情 跳舞的气氛很浓烈 作为一个大型的舞团 它几乎囊括了民族舞 现代舞 五点舞 街舞等各种舞蹈类型 所以我也有机会去尝试一些 对于我来说很新奇的舞蹈 我对Sony最深的印象就是 这是一群非常敬业的人 虽然大家其实来自不同的背景 但是呢 大家因为舞蹈走到了一起 然后给人非常professional的感觉 对于我来说是减肥的压力和动力 还有快乐的时光 我收获了一些好朋友 我也是最大的是友情 我的是美食 我对Sony的印象是Sony有很多武艺精湛 聪明漂亮 然后有热情善良的好姐妹们 然后我们都很爱吃 对Sony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周日早上的基础训练 有一段时间教练压我们压得特别的狠 那段时间真的是魔鬼式的训练 每次训练的时候 都是被教练压我们的肩 压我们的胯 压我们的腰 那种痛 真是刻骨铭心 我每次躺在地上 看着天花板 我都在想 我要是一只猫该有多好呀 对Sony最深的印象是 星期天早上要早起 如果迟到了 请自觉压腰压腿 我对Sony最深的印象就是要早起 星期天早起要早 是我每周起的最早的一天 对Sony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觉得每周日我都得早起来这边 你不是11点钟才能到吗 印象还要很深就是 大家热情都很高 但是呢迟到也比较多 有一件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是今年年初 我们Sony一起组织去华盛顿看樱花 然后我们在樱花树下 录了一只舞打人的蜜 我觉得很多时候 每个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可能因为是自己 就缺少了勇气跟坚持下去的动力 但是跟Sony的朋友在一起 因为大家有相同的爱好 共同的目标 让我觉得多了一份勇气 跟坚持下去的信念 Sony人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纯粹 正是因为这份纯粹 我们这些单纯带舞蹈的人聚在了一起 成为了好朋友 每一次和大家训练 一起登台演出 一起出去玩 相聚 都是我最美好的回忆 那每周一次的训练是和 好朋友们一起最开心 最快乐最幸福的日子 在回国之后呢 我心心念念Sony的最新消息 每年都会关注Sony的最新演出 Sony对我来说 就像是我在北卡的一个家一样 在Sony这几年 认识到了很多良师益友 他们给予我很多帮助 无论是舞蹈上面的 还是生活上面的 Sony给我的感觉 是个温暖团结的大家庭 Sony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开心和温暖的大家庭 除了享受舞蹈的乐趣之外 有什么开心不开心的 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很感恩自己能够 在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 找到一个这样可以跳中国舞的地方 也认识了这样一群可爱的姑娘 刚到美国的那段日子里 我在Sony找到了一种认同感 一种归属感 在Sony的这五年 是我人生中非常美丽的一段记忆 每每想起我都会觉得非常的温暖 这五年也是我青春岁月里 最灿烂的一段时光 我觉得Sony像一个家一样 然后给大家的感觉是 无论你有什么样的背景 无论你是想要跳舞还是想要放松 大家的气氛都很好 我对阳光舞蹈团印象最深的事情 就是我的婚礼 是阳光舞蹈团的姐妹们帮我一手筹办的 当时我爸爸妈妈没有来美国 所以Sony舞蹈团的姐妹们 就像我的娘家人一样 Sony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组织 这种魅力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 我记得当时我们参加立下组织的 去Sony舞 Mountain的camping的活动的时候 我们当时组织了超过32人 做了一个16个人的大咖啡 成员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融洽 我在Sony参加了不计其数的 baby shower还有wedding 每一次参加都由衷地为我们的成员 进入人生新的阶段而感到非常的开心 祝Sony以后的舞蹈一年比一年更惊艳 希望Sony有越来越多的团圆 然后每年排的雨越来越好 我希望Sony能够在未来越办越好 特别是能够在舞蹈上面 和中外文化交流上面 有更加多的创新和突破 我希望Sony越办越好 然后有下一个20周年 希望Sony是越办越好 然后可以成为这个维卡 甚至是全美的这个舞蹈团的标杆 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俊男靓女们 来参加我们Sony 然后我们Sony可以走向全球走向世界 我觉得OK Sony20岁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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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y Happy 20th Birthda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